没有中国 欧洲无法实现绿色能源转型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年一月的达沃斯经济论坛 CNN的当家主播Farid Zakaria 专访时任奔兰总理 小美女桑纳玛林 谈到了清洁能源 当时呢 我们的小可爱桑纳玛林 对世界指点江山 他说欧洲需要尽快实现绿色能源转型 以摆脱俄罗斯的化石能源依赖 同时要区分民主产业链和专制产业链 我当时的点评是这样的 就你这小样还指点江山呢 仅仅是前半部分咱这么说 绿色能源转型 那么你这是给中国带货 我就想啊 当时这桑纳玛林是不是在中国有亲戚啊 还是跟中国有什么特殊关系啊 他非得要给中国直播带货呢 但是呢 你要把两个部分呢 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民主产业链 专制产业链的话 那要么你就得重新定义民主了 要么呢 你就别转型了 这个家伙呢 不管怎么着 芬兰总理 芬兰的 芬兰的没事 小国家不大点 就当放个屁 怎么着都行 如果这是欧盟说这个 那只能听个乐子了 因为呢 说这种话的人呢 基本上脑子是短路的 如今呢 金融时报 昨天呢 有一篇文章 这么说的 荷兰的贸易部长啊 他说 如果我们现在与中国脱钩 绿色能源转型 是不可能的 当前的形式是这个样子的 西国峰会之后呢 西方经济体面临减少 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同时国内呢 对太阳能和汽车电池的需求 正在增加 也就是说呢 太阳能和汽车电池 在中国的手里垄断着呢 然后呢 而欧洲呢 因为经济 他欧洲的经济呢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啊 更加依赖亚洲了 你别依赖亚洲 实际上说依赖中国 所以现在形成这么一个态势 就是呢 欧洲想切割 但是没能力 然后不切割呢 自然而然有风险 这叫相当的拧巴 其实他拧巴这个样子 就挺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呢 他说表面上说呢 我们要不脱钩 我们要那个 进行那个去风险依赖 你可以去风险 你去不了风险 最后你会更加的依赖 这就是现状 然后呢 这个部长呢 咱就接着说了 说我们要减少 依赖去风险 不是切断贸易 美国想让我们切断 布林肯说的 想让我们切断 我们只是讲产业链 多元化 这个话呢 说的是不是中肯呢 有这个层面 但是呢 他漏了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他不敢说 啥意思呢 你要是想现在搞什么产业链 多元化 你想多了 不可能 现在就是中国这一套全产业链 你呀 想多元化的话呢 你再搞一套产业链的 尤其是全产业链这个地方 你行不行 你欧洲现在不行 你没有这个实力 美国都不行 别说你了 如果以后有没有机会呢 当然有机会了 那就请加入 一带一路 你干不干 你干不干 就是欧洲现在 你要是想摆脱 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那你必须要创造另一套产业链 你想创造另一套产业链 而且又有性价比的话 那就要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 这又是非常非常的拧巴 大家看着没有 也就是说呀 还是那句话 没有中国呀 欧洲无法实现绿色能源转型 什么意思 没那两下子 你就别装A和C之间那个东西 你没意思 懂不懂 也就是说呢 这事怎么评价 大野猫这么认为的 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历史 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 昨天我们说 钢果金成了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 今天呢 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了欧洲开始说了 说没有中国呢 我们的绿色能源转型 那是不可能的 你可别忘了 当年他们在这个话题上 当年在气候和绿色能源这个话题上 是非常的牛叉的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样子 因为时代变了 时代不同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 我们见证的历史 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的到来 西方对产业的垄断 西方对政治经济的垄断 西方对国际标准的垄断 将一去不复返 这就是我们正在见证的历史 什么意思呢 两个方面 头一个方面是这个 封锁吧 封锁吧 封锁个几十年 什么都有了 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封锁个几十年之后 我就自成体系了 然后呢 沿着这个体系下去 我会打破你们的垄断 然后呢 打破你们的垄断意味着什么 我给第三世界一个选择权 在西方跟我之间 我们形成一个选择权 然后呢 霸权红利对于第一世界来说 就结束了 这个呢 是他们想要的吗 当初呢 他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 当初他们封锁是什么呢 我制约你的发展 我通过跟你切割 没有我你不行 没有西方你不行 这是他们当初想要的 当初呢 我还记得呢 当年的那一刻 中国刚开始搞光伏 然后呢 依赖着这个西方的市场进行出口 记得当年呢 有一个中国首富 2007年的时候呢 这个人叫彭晓峰 他应该是苏州人 他旗下呢 有一个企业 叫LDK Solar 或者LDK太阳能 当时呢 他是第一批 中国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光伏产业 同年上市的还有谁呢 同年上市的还有河北的天威宝变 天威宝变在哪呢 在河北的宝定 当时的董事长叫苗连生 苗连生先生啊 就是天威宝变是同年上市的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 是2007年 彭晓峰最开始上市的LDK Solar呢 是13块1毛5美元 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呢 就一度上涨到115美元 这个时候呢 他就成了中国首富 但是呢 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 美国和欧洲联手 封杀了中国的光伏 然后呢 给彭晓峰的这LDK太阳能企业呢 巨大的打击 同时失去了欧洲和美国两大市场 彭晓峰立刻从全国首富 变成欠款跑路 现在呢 成了阶下球 他电狱里带着呢 也就是说呢 他个人呢 整个经历了整个这一幕 当年那一幕呢 可算可谓是一个悲剧 但是呢 从2010年到现在 中国实现了光伏产业 电动车产业等 绿色能源产业的全产业链突破 与自主性标准化 那这样一来 就站在了未来产业的顶端 什么意思 如果绿色能源代表着未来产业 那么这个产业标准的制定者就是中国 这个是我们见证历史 另外我们见证历史的第二点是打破了西方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阴谋轨迹 这个呢有必要说一下 西方发达国家呢 从90年代末的时候呢 就开始炒作 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 环境保护议题 为什么 他们想要的东西是这个 我们 我们知道 现在技术呢 已经到平底了 那我们需要 制造一些话题 制造什么话题呢 对第三世界呢 让第三世界不发展 让发展中国家不发展 我们依旧会吃发展中国家的红利 这里边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和美国当时是全球唯一的大市场 发展中国家想出口 必须走欧洲和美国 没有第二个选择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他们就可以给发展中国家设限制 头一个限制呢 就是专利权 但是呢 比这个专利权更高一阶层的呢 就是用他们所谓的道德标准 他们当时的道德标准就是说 我们的宇宙 我们的气候啊 我们的地球 我们这个星球要不行了 不能再污染了 再污染我们就生活不了了 大家一定要努力保护环境啊 我们争取纯天然的 发展中国家 你想想生产那些原材料啊 化工产品啊 按照西方的标准 那肯定是不达标 不达标可以 怎么办 你的产品 你的货品 想到西方的市场 可以 引进西方绿色清洁技术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购买气候信用券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罚款 也就是说呢 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 出口 然后通过创汇 创汇之后呢 购买技术 购买技术 实现产业升级 然后实现产业升级 实现更好的发展 然后发展繁荣 过好日子 这是发展中国家想要的 但是呢 由于他们只有一个单一的市场 可以去 这个单一市场 就是欧洲和美国 欧洲和美国通过 在道德上 在这个气候能源 这个美元 但是呢 由于呢 他们必须要交这个罚款 以及呢 专利使用权 使得他们没有办法 通过创汇的手段呢 实现产业升级 那这样一来呢 就是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呢 就被 被锁在了当地 被锁在了当地之后呢 发达国家呢 就可以长期通过这种方法呢 来压榨发展中国家 那这个是发达国家 他想做的美梦 但是中国的突破 打破了 他当年的阴谋诡计 这个怎么说呢 现在世界上呢 是两大市场 西方一套市场 中国一套市场 那这样一来呢 情况就不太好办了 为什么情况不太好办了呢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来说 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西方市场 就是美国和欧洲 另外一个选择呢 是一带一路 就是中国两套市场 两个市场呢 给发展中国家的 一个选择权 另外这一点 还有的什么呢 就是中国垄断了 绿色能源技术 垄断了绿色能源产业链 也就是说 西方之前这一套 通过绿色能源 然后炒作道德议题 然后收取罚款的 这个路子呢 他行不通了 不仅行不通了 现在欧洲起虎难下 欧洲为什么起虎难下呢 你想要绿色能源转型 你必须得购买中国的东西 你说你现在怎么办 如果中国在设俩条件 你说你当初 你当初给发展中国家设这个条件 那中国现在给你设两个 你能不能收得了啊 包括美国 美国真想要绿色能源转型 其实他也不行 他也得买中国的 只不过他不想承认罢了 那你这个怎么办 你没有办法嘛 所以你会看到 西方现在正在炒作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人权和强迫劳动 然后呢 搞什么民主产业链和专制产业链 这个东西呢 中国也有应对 中国的应对是什么呢 我们搞发展繁荣 你阻碍我们的发展 你就是反人类 发展你人权 你阻碍发展 那你就是侵犯人权 你反人类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讨贼西门上 我们看到了美国是什么 美国不是说是中国的敌人 美国是全人类的敌人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敌人 因为美国通过阻碍其他国家发展 已经站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对立面上 这是中国正在说的 也就是说呢 现在你阻碍发展 你反人类 以后会不会有一天 殖民地 当年你通过殖民 从殖民地掠夺的这些东西 我们是不是得清算呢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情况 最差的情况 最后变成什么 两套体系 如果真是两套体系的话 那么西方也就没了垄断霸权的红利 也就是说西方不管怎么着 咋地他也不行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突破 实现了两大市场 同时呢 打破了西方对绿色能源的垄断 使得他之前想打的算盘 他打不了了 这又一次我们见证了历史 也就是说呢 现在啊 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 然后呢 绿色能源 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 芯片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芯片再过两年 很有可能 跟绿色能源这种发展呢 是一样的 到时候西方怎么办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接着观察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小大野猫 记得没了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有订阅 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